- 铁干不是现在也会有Apex跟Rove两个系列吗? - 应该从下面说下来 - 我们有MB,有Xforge,有Apex,有Rove - 简单来说,达得非常好的球手 - 他可能希望都是一个MBXforge - 非常的真准的,非常好的控制球路 - 那如果是Rove的铁干来说 - 只是它是适合一般大部分的高差点的球手 - 因为它的重点是它容易起飞 - 是吗? - 它容易打中,它的水素大,它的甜点大 - 它的能够起球的能力很高 - 这个我有其他的问题在后面 - 有些人说,哇,你们的干越来越strong - 这个干面越来越强了 - 那球不是不起来 - 那也有不是哦,你真的打的时候太平高了 -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现在对于 - 只是有这些雷达的之后 - 只是在高尔夫球这个科技里面 - 我们更了解,原来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 就是说,怎么可以打起一个球的 - 怎么可以飞得更远的 - 什么可以让你的倒选很多的 - 因为可能你的spin off你要了解很多的东西 - 所以在设计球具上面 - 其实所有的这些都只贯注在你 - 那Apex是什么样子 - 比如说,现在我们刚出的那个Apex - 它正好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30来差点的人 - 你希望一个我们叫game improving - 就是你想进入的另外一个水平的时候 - 的时候Apex是你最好的一个选择 - 反过来,如果你是打XForge - 你觉得有点费劲了,有点吃力了 - 那你就有可能考虑下来一点 - 变成中间这个我们就能帮助你改善了进步的一套的铁杆 - 挖起根我们只有一块,但是我有不同的这个bounce跟grind - 只是这个挖起根这个,就是大家一般都只关注它的bounce有多少度 - 就是bounce不代表这个度数,还有它的形状 - 只是这个形状是更重要于一个度数 - 那比如说很简单的点 - 相对的意思是就是说这个bounce反而不是不能够的 - 能说明全部对吧 - 对对对对 - 因为我们测量bounce的方法是实际上就是这里一个平面 - 然后去跟干面角跟地面的这个夹角去比 - 所以假如说它特别窄的话 - 它也可能bounce很大对吧 - 因为它只要白一点点它就bounce就很大了 - 但是如果它很宽同样的bounce - 那其实假如说都是14度 - 它一个这么宽的和一个这么窄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 对的对了 - 还有就是说干地的形状 - 就是说干地的行 - 就是这个bounce的行动有点弗一点的 - 两边受进去的 - 只是咱们珠碰的一个面子很少的 - 比如说我们的sea grind - 只是我们两边是收进去 - 就是这两边是 - 后面的鞋的好像快艇一样 - 两边是收进去 - 只是中间能够承托的力度的面子是很少的 只是就说这个能够碰到承托的面子来说 所以如果你的是一个很平均从头到尾 但是很短的 中度的 跟一个两边收进去的 又是10度的bounce的来说 只是两边收进去那个承托力很低 只是它出来的速度 这个反弹也比较慢 是吧 我觉得我们可能现在在这已经开始有点不说人话了 但是咱们简单的用人话 就是一般的选手他们的问题就是我怎么去选 比如说Colorway的 八起干 他的棒子讲 我怎么去选 只是如果你是已经在打球的人 一定要你个人的喜好 比如说我如何去打 处理一个不同距离的干 比如说我有可能 我喜欢三次干 五二五六六零 所有的距离我都是拿着一个五十六度来做 或者有另外一个球手 他喜欢五二五六六零我都会打不同的距离 那我会建议你怎么选择呢 就是现在很方便 找朋友找你 找个雷达 来测试一下它的落点的距离 如果你能够涵盖你所有的东西 那你就是应该选对了 那下面底部的bounce跟bounce的bounce角跟形状 只是按照你个人的切球的风格来说 就很简单的道理 如果我是切球比较深 或者我的搬回杆 我的wedge是打的比较深的话 我会建议你需要多一点bounce的一种情况 我个人觉得是不管你是在哪里 就是不是说有些说法就是说北京的第一硬 一定非要找一个很薄的bounce 只是你反过来想 如果你是很敢往下击球的人 只是这个bounce越大对你来说在硬的地度给你打进去 因为那个始终不是那么大 反过来你是更有够难去打进去 反过来如果你是用的非常非常薄的 你去打 你本来就是很打的很薄的人 你还拿一个很薄的去打 你成功率不很低 真的是很低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推杆现在 我们有很多型号 这个真的是非常变得多 真的是全世界推杆里面最多型号 这个不是很好吗 因为你一定会找到 你找不到是你的问题 但是一定有一个型号 因为我们 现在一共有多少款 五十几款 就是还没算它的长短 那种各种的组合 我们只是说这个干头形状 搭配不同的系列的这种状态 应该说先说Odys的 只是主要我们是研究它的insert 就是这个嵌入物 就是干面 那另外一种屠龙 其实它我们讲究的就是它这个材料跟这个工艺跟这个密度 好像其他品牌的 那类型 说回来 那为什么要insert 我们现在一个复合的干面上面 其实我们能够因为人造的嘛 所以就可以做到更多更多的不同的出来 我们在美国一个R&D的研发部部门里面 我们从它的声音震动 滚动的能力 我们都在研究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微信机械索 其实我们叫MicroPitch 就是说那个好像 好像外面翻译着这个叫灵片的设计 这个其实是挺好的 还有方向性的 这个只是在很多年前的某一个牌子里面都要出现过 都想做这个事情 所以Odys是挺好玩的 它是不停地研发面的这个东西 我们一直在改良 更多的消息 我们是从比赛的球手里面 拿到我们的数据 或者他们的反馈 他们的反馈 明白 那屠龙现在他的定位大概是 相对来说是 叫传统喜欢金属的推干的手感的朋友了 我那会儿特别喜欢那个 Mickelson那个9号 到现在我都会喜欢那个型 虽然我推不好那个型 怎么推都推不值 但就喜欢推这个型 但是那个你知道 如果你的这个指数下降 因为9号是最多的 基本上你掉下去 差不多90度的那样感觉 只是 但因为 其实很多人错误以为 是这个干头会转 只是它是会帮助你转 而是 不是你去转 而是你的灰干平面比较斜 那 就 就 就 因为 其实 没有完全只能推干 就是说 所谓的 直上直下 只是你直上直下 它会转到你的平面 就是说 比如说我看的 我的眼睛在眼线在球赤上面 随非你好像Michelle Witt那么性感的一个推干 你的干还有90度的话 要不你一定是一个轻色的平面 低下面的 你的需要的就是你的推干的干面是 放正你的灰干平面 就是我们叫Squed to the Act 就是说 在整个无线上面的一个放正 但是你的无线 无线是这样的 但是你投射在地下面的时候 就是有琴线和无线 大家都知道 其实你推干并不属在一个 一个垂直的平面下面 只是你在一个斜的平面下面 是吗 所以你 其实推干 只是在它投影在地面的时候 其实这个琴线是一个弧线来的 所以意思是说 现在灰干是平的 是 对吧 灰干不是在做一个 对了 你的干面 是平的 对 不管你是用什么推干 推的好的推干 你都是这样子的 的区别就是 你的这个平面要做斜 如果你的平面越斜 你投影在地下面这个弧度 只是上队来说越大 所以你的干 就算你用很多的 脂布下降 或者干面平衡 只是你就在这个平面上面 再进行一个放正的推干 所以你并不是没有出现过一个这个动作 如果你出现这个动作 你一定是很烂的推干 知道吗 所以比如说你的9号 就一定上队来说是一个最斜的 上队来说合理范围里面最斜的平面 而一个face balance 其实是上队来说是稍微直的一个回感平面 为什么 所以为什么说你是大弧度的 只是就投影在地下面的大弧度 只是代表你的叫轻声 也代表了其实你的球是离开眼神最远的一点 是吧 连你这5变成倾斜了 是吧 如果你是他刚好在眼镜上面的时候 其实你琴线的 这个也是上队来说叫垂直的一个会感平面 那就是现在的意思 等于说球在这个位置的话 对 我可能需要脂股下降多一点 对 但是相对来说我球在眼睛正下方 我可能需要刚才平衡多一点 对的 对的 这是一个起点 对的 这个是最简单的起点 但是当然大家都知道练习我最希望就是眼睛在正下面 但是其实好多球手都不是在正下面 因为我们都有一定的惯性 当你的球在眼神以外的时候 其实也提供另外一个难度的问题 就是你瞄准不一定好 但是可能你的动力会大一点 因为你圈大了 对不对 因为鞋的时候你越斜的时候 其实你的肝是越离越远 你整个轴心离开它也越大 哦 提供一点多余的信息 就是一般来说 我们都是希望眼睛在球上面或者在里面的 但是眼睛在外面肯定是不行的 肯定是错的 那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是的 但是在里面一点 就是也不是说完全你需要在球的正上方 对吧 是的 你可以稍微大概是有多少呢 其实就是一个球左右 就是比如说这里你是一个球 你是另外一个球的距离 所以还是一个合理的范围 那比如说对于一般球手来说 他的人会怎么建议他选择推干的长度 3334 其实很简单啊 那上次我跟你研究过 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 如果你去选择找配干的地方 最好就有一只没有握把的杆 没有握把的推干 那没有握把 因为人很关心 就是说看到握把就握上去 很多朋友 比如说我见过最多的朋友 可能握到这个手在握把外面都有 就不管你什么长度 他都只握到哪里去 就是他很习惯看到 看到这个握把 他喜欢握到底的那种感觉 是吗 所以最好的配干就是找一次没有握把的杆身 长一点的 让他自然的 放好他的动态动作 握好 那你大概慢慢 大概揍两三次站起来 揍其他的东西回来 再放个球 再准备 再握一下 那你上次之后 大概会找到你所需要的长度 所以这个是最容易解决的问题